大家好,又回到閒談系列 今天將會講英雄聯盟 為什麼我不玩英雄聯盟的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講一下我對於這個遊戲的看法 或者是我第一次玩這個遊戲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S2或者S3台服的英雄聯盟 當時不是玩得很久 玩了大概一至兩個月左右 一至兩個月左右就沒有玩了 因為原因就是不太熟悉遊戲模式 遊戲模式不太習慣 亦都給不到一個吸引的地方,所以我就沒有玩了 直到今年年初我就有玩了一陣 玩了一陣的英雄聯盟的中路模式 中路模式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玩 因為節奏很快 而且它的技術含量不算太高 比起NG 即是這個傳統的三路模式 不需要太高技術 不需要太高的判斷 概念和概念 單純是殺了對手和爆了對手的城堡 OK 這裡將會講解的就是 為什麼我不喜歡玩英雄聯盟 既然你講到好玩 為什麼你不玩呢 還有講完 為什麼我覺得英雄聯盟好玩 我覺得英雄聯盟其實是好玩的 原因是因為這類遊戲不單是英雄聯盟 這類遊戲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每一場都有一個新的遊戲體驗 每一場都有一個新的新鮮感 絕對不會讓你遇到像上一場一樣 假設10個玩家都是用相同的英雄 相同的角色去玩兩局遊戲 會發現兩局遊戲中其實都不會一樣 絕對不會一樣 可能是吃兵相 每一個人的吃兵數量 每一個人的殺敵數量 都有差異 都有不同 這個就是這類遊戲的特別地方 OK 是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為什麼我不喜歡玩英雄聯盟 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為大家揭曉了 我不喜歡玩英雄聯盟的原因就是 我不喜歡某一些人 在英雄聯盟的時候 有些態度 就是風氣問題 風氣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 我自問自己打英雄聯盟其實真的不厲害 真的是差異 用差異形容應該差不多 差異形容 很多時候我打英雄聯盟 其實我打英雄聯盟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很多時候其實我打英雄聯盟 有一次我打英雄聯盟 然後我做的就是這個AD 就是這個遠程的物理輸出手 很多時候都會被對手殺 又或者是一些失誤 隊友就會沒有說話 他做了一個行為 令到我不理解 亦都有一些壓力 就是打一個問號給我 打一個問號 問號的功能其實原意是什麼呢 這裡都說一下 原意其實就是被隊友知道對手消失了 對手不知哪一隻英雄消失了 可能他會在中路打一個問號 或者是上路打一個問號 就表示這個角色不見了 大家可能要留意會不會在你附近或者下來了 的一個功能 但是到現在比較像的是 基本上就是隊友打給隊友的一個問號 我不知道是諷刺還是想取笑那個隊友的 就是操控這個英雄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 操作 我不知道 但是當時他打了一個問號給我 先說回來 他打了一個問號給我 之後是沒有做任何說明 其實我是不太理解 瞬間也覺得很大壓力 大壓力的地方就是 你打一個問號給我 就是表明我是有錯 但是他沒有用任何的文字上 或者是言語上 沒有任何作出一些解釋 我會覺得這一類的問號功能 就是一個問號隊友的行為 這個動作 是一個放負 純粹為了讓隊友知道 你做錯了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你錯在哪裡 一個放負的功能 告訴你你做錯了 但是他沒有說實際上你錯什麼 或者要改善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英雄聯盟最特別的地方 剛才我說過 每一場都有一個不同的遊戲性 一個新的遊戲體驗 而為什麼會有一個新的遊戲體驗 或者遊戲性 就是 你跟隊友之間怎樣配合 怎樣溝通 去到贏出這個遊戲 這個是戰術性遊戲 就不是單純一個英雄獄城遊戲 它是一個戰術性的遊戲 很著重的就是看你怎樣跟隊友配合 但是在街場裡面 我剛才也說過 我不喜歡的是風氣 街場裡面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會做到這個動作 就是 他打你問號之後 他會告訴你 你錯什麼 你應該做什麼 我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 遇到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直接串你一句 這裡都有一個金句想分享 就是我之前跟朋友玩的一場LL 其中一個金句 但是這裡稍後再說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這種風氣 一開始就馬上吹 或者馬上罵隊友 你很差勁 或者給你一個問號 然後什麼都不說 我真的有遇過 我有一次就是打NG模式 NG模式就是 隊友點這個草叢問號 但是當時的情況 是兩隻英雄都在對面 兩隻英雄都在對面 看到的範圍 看到的畫面上 但是他打個問號給我 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我插眼還是什麼 沒有說到 所以 你打個問號的原意是什麼 我 不太清楚 所以其實我不喜歡玩的 其實不是這個遊戲 是不喜歡跟這些 有這些 有這些 習慣的人玩 當你快要輸的時候 他不會給建議 不僅說你垃圾 或者說你廢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樣 我真的遇過 我真的遇過 他是 真的一下子就說你垃圾 或者廢物都試過 我不喜歡玩的 其實真的不是英雄聯盟遊戲本身 是不喜歡玩這隻英雄聯盟遊戲的人 對了 OK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怎麼看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休閒模式的話 休閒模式的話 休閒模式的話 就隨便 休閒模式 休閒模式就當畫 有些人就很認真 休閒模式就很認真 我自己覺得 如果打Ranking的話 Ranking是認真一點 都是應該的 但是 休閒模式不用太認真吧 我想 OK 好了 現在就要分享另一宗我曾經遇過的一個事件 事件其實跟上次的血包事件都差不多 而這個人 即是這個 當事人 當事人是我 說我那個人就是 好像你一個朋友搭朋友 我記得當時在玩的模式就是大直路 一條直路的模式 不知道ARAM 那個模式裡面 我玩的英雄的角色就是陶奇 就是這個物理輸出的遠程射手 我記得當時那個隊友 先說一下那個情況 那個情況就是 雙方都差不多爆到七七八八 塔都差不多爆到快結束 差不多快結束 基本上 那一次的團戰將會是最後一次團戰 打完之後就分出勝負究竟是我方贏還是對方贏 我記得當時就是我玩陶奇 我玩陶奇 大家知道陶奇 不是陶奇 但是我記得當時有三個英雄 對手的英雄衝過來 我一邊拉著打 一邊拉著打 然後最後死了 那一場的遊戲已經輸了 輸了 其中一個隊友好像應該是血盾的英雄 我忘記了 因為太久了 應該也有半年前 半年前也被憤怒衝了頭腦 我已經忘記當時發生的情況是甚麼 但我很記得當時那個陶奇 對不對 當時那個人 那個人就說 那你不是陶奇 那你不是X了 他開咪講的 不是打字 是香港人 我用X說 然後那個X就會一字母打出來 陶奇 那你不是X了 我記得說了兩次 陶奇 那你不是X了 然後那場仗就輸了 這個事件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 哇 極度憤怒 超級怒 為什麼呢 因為 就好像剛才我說的事件一樣 放負 放負 但是給不到一些實際的 實際的一些 改善空間 或者是一些方法 令到場仗可以贏 沒有做到 只是串 只串 串你一架 還有我很記得 我自己當時的想法就是 你們不是應該要保護我嗎 你們不是應該要保護作為這個射手ADC的我 然後去等我可以 輕鬆輸出射死對手嗎 對 他好像說到完全沒有這個責任 這一輪 所以 唉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對 我覺得這件事跟上次的血包事件都有點相似 對 吐奇 那你就已經X了 到最後我就沒有跟他玩 因為我不太喜歡跟這些 不太喜歡跟一些很囂張的人說話 不太喜歡跟一些很囂張的人玩 對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對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過我就 NG我真的少玩 NG少玩 你說如果帶直路我都偶爾可以玩一下 對 問題 就是 這個風氣其實是不要得的風氣 因為這個風氣會令到整個遊戲的氣氛都會沒有了 當你陷入了苦戰的時候 然後一個隊友再來一個落井下石 其實你就不會再想玩這遊戲 或者你在那一場勝負裡面其實已經不想打了 那一場對戰裡面已經不想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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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